穿著粉色連身 全披著一頭烏黑長髮 他口中念念有詞 直接光著腳拿起高跟鞋 跑進101內 朝柱子用力打了一下 甚至還轉頭衝進 專櫃內破壞成立的商品 路過民眾赶緊小跑步 離開現場 專櫃員工也嚇壞 試圖制止他的行為 結果反倒被身手 比來比去還一度做出攻擊舉動 第一時間趕緊通知保全警方到場 但他連話都講不清楚 先強制送醫 就怕他又失控 動手傷人 救護人員小心翼翼 將人抬上擔架 逛街到一半 突然情緒大失控 只當時發生的地點 就在101大樓內 附近很多逛街民眾 吵鬧聲也吸引很多人圍觀 你不小心都有可能危機人身安全造成口荒 30號下午2點多發生小插曲 嚇壞不少人 台北101也發出聲明表示保全地時間 就到場處理並協助報警 店內沒有人員受傷 商場營運一切正常 目前這名太極人士還在醫院治療 如果醫生評估沒問題 就會帶回警局 並通知駐台單位 確認身份及來台目的 否則像這樣突然大爆走 又在人來人往的百貨公司 若傷及無辜怎麼辦 特別新聞 黃建國營身份 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中文 papers 中文定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